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康樂儀小吃店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很久沒有來吃了 就在廷舟路上 這邊就有這個包子預定出爐的時間 還有各式的品項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這個包子都是現做的 那我要兩個肉包一個菜包 那還要那個酸辣麵 跟餛飩湯 餛飩麵跟餛飩湯 對,這樣子 好,請坐 謝謝 現點現做 用餐環境就是一個很普適的環境 那空氣就是充滿了這個麵團的香氣 那可以現場看到怎麼製作這些包子 好,那就先從這個酸辣麵開始 好,那就先從這個酸辣麵開始 其實跟昨天到的麵是有雷同的意思 然後這邊出是白醋 這邊有豆腐還有白菜 酸溜溜的芥爾阿,這樣好吃 酸溜溜的芥爾阿,這樣好吃 好,湯頭清爽好吃 好,麵就是很家常的感覺 好,麵就是很家常的感覺 其實酸辣麵感覺就是這個 很像大滷麵的感覺啦 很像喔 那大滷麵這裡面也是 酸辣麵這裡面也是嫩淡 謝謝 好 那個人覺得相當不錯 就是很家常 好 那聲音也都不錯 我當時推薦要加醋啦 加醋才會有一個酸辣豆漿 讚 很實在啦 好 那個分數我覺得是90分 讚 裡面還有點番茄片 番茄片 好 再來是肉包 然後兩菜一肉 喔 會爆漿 應該說爆汁啦 好吃 剛做出來的一定都是最美味的 湯汁流出來 很讚喔 鮮肉餡 真的很棒 好 這個應該也是肉的 好 一個18塊 應該像蕭阿姨包子的 應該像蕭阿姨包子的 應該一半吧 但是口味不錯 好 有興趣沒有可以吃吃看 個人覺得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菜包 好 新鮮好吃 肉包跟青菜包都好吃 那我覺得是90分 老蜜麵皮啦 不錯 然後最後是混沌湯 好 混沌湯就比較清爽一點 好 混沌湯就比較清爽一點 很清爽 好 那也許配包子絲就是它的特色 好 餐點都小巧精具 那分數我覺得是 85分 如果湯汁是高湯就更好 不錯 在地老店 這個湯裡面還有點榨菜 跟青菜 然後清爽的湯頭 在它的生意就會越來越好越好 做好的包子就是這樣子 拜壽中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就各位朋友一塊一天 掰掰 好 那這是第二家 康祭老麵包子 有人說這家比較正宗 那當然是看個人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好 那因為店要講說7點半才能買 那可能就來不及 好吧 那就看一看 各位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就有人說比較正宗 好 再來是這個竹林路口的韓式壽司捲 好 價錢在這邊 老闆娘你好 那我要那個 火腿壽司跟那個 烤肉的 然後只要小黃瓜 烤肉只要小黃瓜嗎 欸 對對對 好 那這個經過M掃認真是非常道地的韓式口味 好 那老闆娘之前也有做那個會議型的便當 那個鄉親可以來詢問 訂購比較多的話就會有折扣喔 自己來問一下 好 阿姨 好 阿姨 好 阿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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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